我現在覺得非常危急 4月28日大遊行 林鄭是將香港人 七百萬人的人頭 當作是投名狀 我絕對不認為 是共產黨主動叫她做的 林鄭留下這一手就是 要為她連任特首做事 23條不行啊 做不到嘛 怕 但我告訴你林鄭有報應 香港人一定要有報應 要多些人出來 要重演這個2003年的大遊行 副公安部長有三百多個通緝犯在香港 我直說 她現在問你 是不是有人叫你去拿那三百多個人回去 如果過了之後又引渡了三百多人 那是不是只是專門對付我們呢 一定是 是不是 這個田北俊呢 就怕到很害怕了 但問題就是 因為共產黨安排了田北辰 取代了他阿哥 田北辰 是不敢反對共產黨 找一幫口反對而已 喏 田北俊 還有那幫有錢人 或者是你害怕的 你不敢出來表示憂慮 你不敢 趁我們人多的時候 說不支持政府 那就無疾而終 讓我留一手 這次不能留一手 我再呼籲 香港人走出來 令到那幫可憐蟲 那幫在共產黨 卵役之下 又拿著數 又不敢為自己的自由 和人權奮鬥的人 令他們壯膽 說 我不會 聽林鄭說就行了 你不用說不聽共產黨說的 我再說一次 你跟林鄭說 我不會聽你說 我不會出賣一個人 你自己擦鞋 你自己拿油 你自己拿油